余天失言的风波 民进党呢现在也要紧急直写了 秘书长吴乃仁转述了主席蔡英伟的说法 说余天发言的确不妥 必须要公开道歉 我们连线记者朱显明 针对立委余天的失言风波 民进党的秘书长吴乃仁呢做出了最新回应 他说呢还没有严重盗用党纪处分的地步 但希望余天公开的向胡志强道歉 我们来听一下吴乃仁的说法 主席针对这个事件表示 虽然他相信余伟员不是恶意 可是这样的发言是不恰当的 那他希望余伟员能够在第一时间 对他发言不恰当的这件事情 表示歉意 那主席这样的一个指示 我们也立刻转达给我们的党团 所以这是 那我们一再强调 不管是苏家前的计前总部 或是民进党部 就 胡市长的健康问题 我们绝对不会 把他当作这次选举的一个议题 因为余天的发言太过敏感了 因此包括了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 还有秘书长吴乃仁赶紧的来灭火 而稍待一会儿11点准的时候呢 余天也将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针对他前一天所做出的发言来做出的表示 这期以上在台中最新现场再把镜头交还给棚内 好谢谢写明 余天现身的时候 我们会随时来带你了解余天的这个最新的说法